好 那么乡代会来看到瑞穗乡代表会第21届第6次的定期大会 今天进行乡长市政报告以及各客室工作的业务报告的议程 那么乡代会主席陈廖安开议致辞的时候 观众目前火葬场停留改善的进度 那么乡长陈进光在市政报告中 另外挪出时间来回复说明 乡镇总质询议程尚未开始 所会双方提早展开工房耐人寻味 为期17天的瑞穗乡代会第21届第6次定期大会 今天进行乡长市政报告及各客室工作业务报告的议程 然而相代会主席陈廖安在自开议辞时 开宗明义管主目前火葬场停留采购相关设施设备作业进度 最新采购华设备的金额很高 本来应该让代表充分的了解与讨论 还能慎重其事 但是代表们知道 此事关系着民众的权益自聚 多表示同意先请恋户 以利公所能够行事顺利 希望公所对本案能够详佳的说明 争取支持 并且在隔地的时间以内能够如期的完成 既然相代会主席以及相代表们都高度关注 瑞穗火葬场停留的问题 乡长陈敬光在市政报告中 除了是仍先阐述未来两年市政方针与目标 也特别就众所瞩目的活葬场停留改善计划作业进度 详尽回复说明 积极的来应应 并请求医理政公所同意协助火化 增加的金费由公所来支付 也积极的向县补 增举到一千万的金费 感谢代表的权力支持 公所为权力 在年底前完成权责 顺利完成 技术完成 本项工程 来恢复民众和殷葬的权益 根据了解去年12月份 瑞穗湘火葬场分化炉器具 设备老旧毁损不堪使用而紧急停炉 为了能够尽早恢复运作 相代会可是紧盯着香工所 基据设备采购案的作业进度 也让定期大会开议首日 本该是乡长市政报告的议程 反倒像是乡镇总执行议程般 所会双方攻防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